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讲《如意宝藏论》 《如意宝藏论》前面讲到了 愿力恶知识 依知善知识 昨天前面的视频当中已经讲了 讲者上师的所有的这些怎么样传讲佛法 意思是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讲佛法的话 怎么样讲包括当时的法心 愿力的果化 具足的功德这些都已经讲了 今天第十一篇当中讲到闻法者 我们大多数人变成闻法者 每天都在听 那么我们以前有没有今天在这里所讲的那样去做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说明应该是合法的闻法者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样的话 我们虽然表面上每天都是听了好几堂课 尤其是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听得比较多 冬天的时候听得比较少 所以各种因缘吧 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方面的功德 条件不具足的话 我们这个闻法是变成了一种形象上的 所以今天的道理也说简单也简单 但是如果实际上做的话还是有一点难的 那今天也是按照科判的话 这个弟子听闻方式分为略说和广说 这个略说颂词当中是福辞 闻 字 弟子 像 在这里也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因为刚刚前面已经讲了讲法者的法相 那么接下来听闻者作为弟子的法相 弟子的条件下面都会广说的 那么这个广说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以分三个方面 功果来宣说文字 还有何时听闻 教解如何方式来听闻 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以功德和过失来宣说文字 这个也分为略说和广说 首先略说的话 当断诸果而听闻 而递听 也就是说我们要略说的话 下面会讲三果 六果 三十六种过失等等 我们应该断除这些过失 而认认真真地 非常清净的方式来听闻 我想很多人以前学过《大圆满前行》 应该文法规刺当中讲了三果 六果等等这些过失 这个是应该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在这里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学过的有三十六种过失 凡是远离三果也好 三果也好 三十六种过患来进行听 那么三种过失 以前也是讲过 如腐气 禄气 斗气 有三种过失 首先是听的时候不专注 这个是腐气一般的过失 这个像什么样呢 我们世间当中一般来讲有一些勇气 那么他的口往下然后在上面给他讲下任何的东西 包括甘露 水 茶 一地也不会流进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有些人在听法的过程当中 耳朵一点都不专注在正法方面 虽然住在听法的行业当中 但是要么它是大瞌睡 要么昏尘 散乱 吊具 或者做一些没有意义的游戏或者心不在焉等等 这样的话虽然讲者已经给你讲了很多的 但实际上因为你没有专注的原因 我们一个容器倒在地上 然后再给它灌任何业体的话没办法 同样的道理虽然你听了课 但是你因为心没有专注的原因 最后什么都没有获得这是第一种过失 第二种过失就是如鲁气之过失 那么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相当于是一个勇气 它的地又穿破了 这样上面给你注入任何的东西 最后全部都没办法存留全部漏掉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表面上看 一次又一次地去听闻佛法 但是心里一点都没有记住 全部都听完了以后忘完了 这样的话有一些汉塔挖雪珠一样 你得一个不是汉塔挖雪珠 人雄挖雪珠 他得一个放在屁股下面然后又去挖 这个前行里面有吧 像这样的话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记到心里面 听法的时候尽量都记在心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实在是记不出来的话 我们记录下来每天都是 我看有些道友还是很认真的 每次都是讲法的时候他就旁边安排一个笔记本 然后再有些教证 有些教言 这些都是有些在书上记 有些在笔记本上记 当然有些书上记的话 藏传佛教当中有不重的说法 有些说是可以注解的 因为前辈的高僧大德们都是做了注解的 下面法仁波切的很多著作都是他的注解 后来离成文字的 他的注释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说这是对法本不恭敬 对法本有染污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前辈的大德们都是在上师们讲的时候 在手上注解过的 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过失 如果自己旁边有一些记录 这样的话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一般一个好记性不如一个难彼途 有些记下来还是很好的 我《蒙城回忆录》我就想 当年的破日历没有的话 好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的 后来确实有些时候记录下来的话 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听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记录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你没有记得全部都空了 我们有些茶壶或者有些水汽已经漏了 那你到晚了以后最后一点都是没有的 上师穿完了以后一堂课都认认真真的 有些是记性不好的 可能年龄也有差别 我现在觉得我们现在讲考的很多道友是比较年轻 我就比较羡慕 我想这些人也许可能现在十经记得的话 到晚年的时候能记得到一些 因为年轻时候记得还是好一点 人年龄到了一定 尤其是六七十岁以上确实是记性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不然没有记得 全部忘得干干净净的话 这个是鲁气之过失 还要入有肚子之中有肚气之过失 这个什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容器当中尽管倒了什么东西 液体等等但是也没有落 也没有倒下去 如果里面放一些毒药 这样的话最后它给我们不会带来这个快乐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听法的过程当中 如果心里面杂有一些贪心 诚心 傲慢 这样的话其实听的法也是不会变成一个好的功德 我们有些是边听法 边特别心里 深嗔恨心 伤心 痛苦 原来佛经当中不是有吗 当时好像是波斯利王是吧 波斯利王能到佛那里来听法 听法的时候当时在场的很多人看到国王 大家都站起来了当时徐达 因为佛讲得非常好他就不离国王了 他自己认真专注地听佛陀的教言 最后因为波斯利王很不高兴 他有点愤怒心这个时候佛陀明明知道 波斯利王的心态不太好 这样佛陀就马上听着传法了 然后国王请佛陀讲法 继续讲 这时候佛陀说如果听法的时候 以贪心应法 以诚心应法 以傲慢应法 其实是不合理的 不如不听好一点 也就间接说他相续不仅仅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听者他自己觉得 这一堂课我相续当中全是嗔恨心 全是傲慢心 全是嫉妒心 如果这样听者也好 讲者都染上过失 这样的烦恼转都染上过失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经常说 如今地听 三思念之 我为如说 很多佛经当中经常有 我们这里意思是让他你好好地听 这个是吻慧 三思念之先好好地思维 然后再去忆念 这个叫吻思和修 我也宣说 如果你好好吻思修行 佛陀说 我可以跟你讲明白 还有我们《前行》当中也是有广说的 比如说《世命论》当中说 大概这样的 有傲慢心 对法和上师没有信心 对法没有希求心 外面散乱 里面昏尘 还有听法如果生厌万心 这些讲的六种过失 所以说我们听法的过程当中 尽量地断除下面所讲到的三十六种过失 尽量地具足三十六种功德来听 那么后面这个颂词可能会今天讲到这些功德和过失 我讲的时候到时候可能根据《入味宝藏论》的 《百年华的注释》来大家介绍 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听者自己打靠清 看这三十六种过失里面有哪些具足你自己打几号 当一会儿如果轮到考试的时候我问一下 三十六种过失里面有哪些是自己已经具足 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我到时候字面上简单解释的时候 你就想 这个我有 你就勾一下 这个功德我有 这个过失我有 因为总共有七十二个功德和过失 在七十二个当中如果功德多一点的话 说明你听法者还是条件比较不错的 如果你的过失多一点功德一点没有的话 确实我们还要改进 因为我们听了法对自己应该有一个改变 如果什么改变都没有 天天都坐在那里听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用的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 不能做的这些事情很多人听是听 但是照样去做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比如说 中学生受词 学生受词 这个不准 那个不准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墙上不准抽烟 不准喝酒等等 老师也在念就问能不能做得到 啊 做得到啊 就举书 完了以后还是照样喝酒 照样抽烟 有很多这样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 鬼子是鬼子 但是下面有些性格比较恶也好 或者说难散的人照样去做 这个是一种习惯性的 那这里佛陀所说的这些不准 我们照样去做的话 其实很忏悔的 但是也没办法可能凡夫人就是这样的吧 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 但是今天我想也给你们考一下 看看那些到时候 堪布科姆如果考试的话 也问一下 72个问题当中你有哪些果实 你有多少个果实 这样大概看一下我们对法里面讲的这些 稍微可能会不会观察自己 如果没有观察自己的话 文字上我觉得很简单 没有什么 不像什么其他论 这里根本解释不过去的 应该是没有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首先接受 刚才那个分别广说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接受三十六个功德 还有接受过失 还有接受三十六个功德 首先是接受三十六个过失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不恭敬等六摩业 无门等六扎业 扎县等六舍法业 求财等六散乱国 土利等六颠倒国 信他等六七度法 短三十六过患听 这个是过患 我们作求学者的话 这个是不准有的 有的话 我有这个过失了 那么下面我们不是有六法吗 就像《窍诀宝藏论》里面 五光尊者全是六法 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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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多了一点 有些少一点 但是大多数是六法 六法一直这样讲完的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六法六法 首先是有六六三十六 这个看怎么样 自己具不具足 首先就是六种摩业 摩的加持也好 摩的业总共有六种 我们前面是他的注释里面根据这样来讲 然后这个当中六种摩业主要是 《功德庄严经》当中讲的 第一个是懒散 特别人散乱 如果自己具足的话 你们打上钩 我觉得这个肯定自己这样通缉的话好一点 然后这个懈怠 懈怠的话 一般确实是 懈怠影响很多的 像《大智度论》里面也说是 懈怠黑云 付诸明慧 这个懈怠像黑云一样的 它就覆盖所有的明慧 懈怠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与正法和说法者不弃信心 对法也不弃信心 对说法的人也不弃信心 当然这里面有些可能是 好像对有些说法者弃信心 有些说法者不弃信心 那打什么样的记号呢 你就弃圈吧 有些是有点分不清楚的话 你不要全部都弃圈不然这样的话 到时候自己都分不清楚 或者你对法和对法师 不弃信心的是占多数还是少数 或者这样也可以 不恭敬顶礼善知识 又不恭敬 又不愿意顶礼善知识 然后不愿意发作意 每次都是我们经常想 菩提心 出离心 一发作意 经常想一下 但是没有一发作意 只想今世而轻视业因果 天天都是想到今生赚钱 今生快乐 对业因果和对来世一点畏惧性都没有 这是摩业的六法主要可能对法这些都是不恭敬 主要讲这个看这里面自己具足哪些 看六个法第二个六个法 关于六种障碍的业也就是说 这个是《慧海情恩经》里面讲的 那么自相续如沐而至高无漫 可能自己作火如沐吧特别傲慢 走路也好 说话也好什么事都是 自己其实傲慢的人很可怜的 自己都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傲慢心 但自己一直是有种较慢的 第二个 业障而舍法 因为有些业力很深重对什么法都不愿意接受 舍法 第三 希求听闻损失外道的秘诀 他不愿意求佛法像损失外道的 包括现在有些不承认前世后世的这些人的一些教言 第四 不闻菩萨的法障 对大乘佛法一点兴趣都没有不愿意听 这是肯定真的业障现前的 我们有些是对世间法很有感兴趣的 一说大乘佛法一点缘分都没有 还有对善知识产生邪见 第六 对法产生邪见 这是刚才讲六种障碍 这个对你的修行肯定有很大的障碍 你听闻佛法也是有很大的障碍 如果你的相续当中有了这些障碍 可能你听得肯定不是很好的 一会儿对法善生信心 一会儿对上师善生信心 对世间法很感兴趣 对大乘佛法不感兴趣等等 这个真的是我们经常说的业障深重 业力深重就是这个 第三个六法主要是色法方面的六个法 这个也是《慧海情文经》里面讲的 那么希求罪业 身心乍现 一直是喜欢求一些罪业的 身心所作所为都是虚假的 狭诈的 根本不真实的 经常欺骗他人和自己 第二 以恶骂而不恭敬说法者 因为自己恶骂嘛 对说法者一点都不恭敬 有时候态度上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听法者特别不满 每次包括说法的时候也是 对听法者根本不放在眼里 第三 以慧亚而不恭敬正法 第四 以乍现为义邪命养活 他听法的时候都不一定有乍现为义来邪命 但实际上这个人爱以乍现为义来邪命养活的人 然后不恭敬父母 自己的堪布 阿瑟利 身心粗暴 恒常不和和而争论 身心特别野蛮粗暴 做什么事情 一看都是好像特别丑陋的人 说话也是特别 相续当中一点柔软性都是没有的 做事也好 很多都是特别野蛮粗糙这样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他很容易舍法 这种人他相续当中很有可能有舍法的现象 所以舍法方面的六个过失 这个自己有没有 自己也是看看啊 就是看看 然后关于法散乱 下面对法很散乱的有六种过失 这个也是《回海奇文经》当中讲的 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唆使贩毒 世间唆使贩毒 解脱方面都是没有的 天天都是唆使特别多的 然后财务之利也是贩毒 有一些利润 赚钱 包括天天玩数据 里面一会儿发红包 一会儿戒红包 一会儿留言 我都有一个比较认识的喇嘛 跟他坐一会儿都是特别那种 一会儿拿一下数据 一会儿打个电话 啊 好像整个在旁边待个一个小时的话 他有时候是觉得 哦 怎么会这样的 有这种感觉 利润方面 财力方面可能比较说是贩毒 还有无极止贪贩毒 其余特别多 一直啰啰嗦说的 没完没了的 说的也特别多 饿油和轻盆也是很多 那些护盆盆油特别多的 然后颠倒 妄念特别多 这个人想法特别多 妄念特别多 特别敏感 一会儿想这个 一会儿想那个 然后善念和信心方面 偶尔会有一点 比如说出离心 菩提心 慈悲心 这些偶尔一天当中也许能不能几分钟 但是大多数都是分别妄念特别多 然后恶业所干的臂膜也特别多 一会儿头痛 一会儿脚痛 一会儿胃痛 一会儿肝痛 一会儿肝痛 一会儿这里痛啊 头痛 腰痛等等 一些可怜的人其实也有很多恶业显现的 那这些关于这样肯定是对法没办法专注 肯定会散乱的 这个有没有自己过失啊 这些也是 你一会儿打的话过失就比较多了 功德就没有了 这个是现在第四个打 已经打卡打完了 然后下面是第五个六法 这个是颠倒外去的六法 六种故事 这个是《护果七文经》当中讲的 然后不报恩德 欺狂信 对谁都是没有报恩自信 做什么都是经常欺骗他人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 就是贪著利养 贪著恭敬而修法 有些佛经当中也讲 利养愿圣道 利养的话就是愿离圣者的道 所以他一直是贪著利养 贪著别人的恭敬修行 那这样肯定是不可能有很好的修行 嫉妒利他并吝啬 别人利他的话特别嫉妒 自己也是不管是法财方面很临受的 第四个不是说法功德 颠倒错乱 不去思维说法的功德 经常自己有各种颠倒错乱的想法 或者寻找说法者的错误 第五个信仰一直恶之时 不一直善之时 一直恶之时 希求巡视而不求福德 希求世间的巡视 做各种世间的分别力而不求福德 其实有时候求福德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修曼扎罗 做一些善事 因为人的福报已经没有的话 做什么事情都是不成功的 如果你的福报已经具足的时候 包括有些初世间的修行突然就出现 其实我觉得就像《贤愚经》里面讲的 《福利王子》的故事一样 福报还是很重要的 没有福报的人可能一直善之时的机缘也没有 即使一直他产生邪见 诽谤会离开的 没有福报的人连闭关几天的时间也是没有的 没有福报的话什么都 好的事情就不能成功的 所以福德也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遇到一些福田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能力做一些善事 发愿 回向 这些很重要的 然后第六个是对于大乘企图的六种法 这个主要是《文殊圣变经》当中讲的 这个是什么呢 不寻求菩提法藏 而寻求外道神变 有些可能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吧 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在希求正法 我们对外道也没啥兴趣 应该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具足 然后第二个 信世间教会而不寻求多闻 出世间解脱的这些 经常求一些世间 我们现在所谓的任天有一些教言 或者说一些空梦之道 或者现在所谓讲的一些心理积堂这些 而不需求关于解脱方面的多闻 不求这些其实如果我们求的话 有些可能生在世间当中不得不做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希求解脱者 他自己也是经常有这种机会 以前历史上应该《徐高僧传》里面讲的吧 像梁无地的话他整个过程的众多的事 日历万劫 特别忙碌的 但是他经常手不离经书 据说他经常带着一些经书 然后经常有时间的智慧去修行 我们世间人当中有些人也是虽然对工作特别繁忙 但是自己看书一直是不放弃 包括我们这边的发心人 有些虽然很忙但是有时间的时候 马上去看书 马上去背书 马上去看书 有些是一点都不忙但是又不愿意看书 像恶狗面前放绿草一样一点兴趣都是没有 什么兴趣都是没有 也有这样的 其实我们这里也好 世间上所有的众生都是随着业力转的 业力比较善业 比较凶厚的人 做什么都比较成功 快乐 如果恶业非常严重的话 虽然恶而遇到一些善知识和好的机缘 但始终不好的因缘在他面前不断地涌现 所以慢慢慢慢成立在这样恶劣的海淘当中去了 就很难的 第四个的话 第三个 希求次举听闻而不希求解脱 一些可能表面的 次举的文字上的一些东西 喜欢什么识学 希望一些识词 这样的 但不需求解脱的 我们包括有些法师当中也是有的 特别喜欢世间的一些文章这些 但是对初世间的内明学 佛教这些大乘佛法的教育 他就不敢兴趣的 有这样的 希求深闻缘觉的法藏 而不希求大乘菩萨的法藏 第五个的话 不先行善巧方便而希求灭尽烦恼 大乘的 利他的善巧方便没有兴趣 然后最多是希求自己驱入身为缘觉道 或者自己修阿弥陀佛 自己修禅宗 自己修密法 我相续当中的烦恼灭尽就可以 度众生哪有 像我这样的人哪有度度众生是你们的事情 希求精通明珠 而不希求善知识 就是他自己对世间的供侨名 依学门 这些都比较感兴趣的 出世间的这些善知识 出世间的这些大乘教育 尤其是密宗的这些教育一点都是不愿意希求的 以上已经讲了三十六种过患 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过患 而恭恭敬敬地在地听大乘佛法 所以三十六个里面你们有哪些 谁自觉说 你也有多少个 有没有自觉说的 大了吗 多少个 多少个 三十六个里面 多少个 三十六个里面 两条半是什么意思 一半一半 这是一个大叉 kwest 这也不是什么 两条半是什么意思 realitiesisiclist ClarMe gsiclist 这样是吧 其他都做到了 有一个人说只有一个没有做到 三十五个基本上可以 下面具足功德方面 这个解说三十六功德 下面我们也讲一下 在这个时候应该很精神地恭敬地去敌听 恭敬地去敌听的时候要具足三十六种功德 三十六种功德也是分为六个方面 第一个六法就是六种关键的意乐 这个是《妙边亲吻经》里面讲的 与所法者上师作宝藏相 所有的珍宝都具足在里面 有些经典里面讲如求宝藏相 如意相 也有这样的 所以一般是对上师想宝藏相 与正法作如意宝相 与听闻者极其罕见相 这两个合在一起 看起来好像这两个分开的 但后面有六法就这样分开 那么这样的话 与这个法就是刚才宝藏当中的一个如意宝 然后听法实际上我们多生类界非常罕见 非常难得地这么想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受持思维正法作有意义 我们经常去受持思维正法 确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世间当中有什么事都自己觉得是有意义 但我个人觉得真的是 大家闻思修行是可能 也许我们是学大乘佛法的 我自己一辈子也是在这个当中这样过来的 可能这个原因吧 觉得世间当中什么样的事都看得过 但是说来说去最后还是我们学一点 佛法对今生来世 包括对现在自己的心态各方面有药益 也有非常重要的这些精要意义的意思 然后与正法妙观察 作白事难得想 因为正法通过思维通过闻思 好像下面有 主要是通过辩论 通过探讨 研讨对大乘佛法 我们这样互相研究 互相探讨 这个机会在生生世世 白事当中都是很难得 所以每个道友对大乘佛法的这种副析应该特别难得来想 我想很多人最几年有这个机会 以后再过十年 二十年有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很难说可能以前也是很难遇到过 以后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然后与众舍求法者 作舍甘露而享受毒药相 有些人是大乘佛法的 这些人应该你要想什么 这些人是舍甘露而吃毒药 很可怜的 有些人诽谤 有些人造恶 这些人是很可怜的对境 与听闻思者作有意义相 我们有些听佛法 有些思维佛法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个是刚才讲的六种关键的意乐 六种关键的想法 对我们听法的时候自己还是这样想的 第二个六法就是安忍 六种苦行 这个诗也是《妙闭情闻经》里面讲的 为了善知识和为了正法的话 忍受苦受包括寒热 下雨的时候也好 或者天气特别热的 前一段时间热都不行了 现在又开始冷起来了 但是为了善知识 为了无法的话 冷一点也算什么 热一点也算什么 人受即刻毕老 这个后面可能都要讲 为了善知识和为了正法的话 饿一点也没有什么 渴一点也没有什么 有时候我们吃不到饭 我看有些道友都早上一早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六点多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都吹海螺 这个精神还是很可嘉的 包括有时候我们这边晚上下课都比较晚 我也尽量的不拖时间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尤其是我们讲考班的最后很晚才回去 第二天那么早就起来 有些时候下雪 有些时候刮风 有些时候下雨 有些时候路上有恶狗 有些路上有飞人 有些路上有阿修罗 有些是有飞天等等 但是都不法 为了求法师以前很多高僧大德 越过千山万山 中间什么刀子 什么毒蛇都有 我们这里再怎么样也没什么 大家也不怕 有些人拿一点盒的 拿一个包子 早上有些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听法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谦虚的 也许可能再过几十年以后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会议 现在听法的苦行很单纯的 金刚道友们一起聊法语 这个事应该是在现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可能没有这么快乐的事情 也是为了善知识和佛法 认受恶语的质字 别人可能是因为欺罚的过程当中 还是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还有第四个是 认受坚信劳盾 还有认受奢求资具 一些可能为了法和为了上师 有时候是舍弃自己原有的这些珍贵的 包括你搬家的时候 或者很多东西有时候会舍弃的 也有这样的痛苦 还有第六个是 为了法人受舍弃 珍爱生命 有些是连生命都不顾一些去求法的 这些也是至关重要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六法 六种不被愿改变的六种垮垮 这个也是在这个经当中来讲 断矛也时时不能阻牢 而清净说法语 清净修法 这个是他这里面的记号打得不对 这个是种地说的 下面第二开始是一 第一个在积累多闻方面不会改变的 第二个光闻受持不会改变的 遇到什么样的 我们听法不会有改变的 第三个 了达法业 我要了到法业上面谁都 哪怕是用兵器断矛来给我阻扰的话 我也不会放下去的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 修行法业上面不会改变的 第五个 此外如是一致 除此之外还这样的一致吧 意思是我对法也好 对上师也好 这个意志不会有改变的 第六个 如是恭敬称师 也是不会有改变的 我的铠甲对法的恭敬也好 对上师的恭敬也好 对广闻博学的话 我不会被改变的 自己有这样坚定的意志 这个是第六个 应该是第三种六法 第四种六法 所谓的六种差别 这也是在这部经当中讲的 第一个 了知一切善根 要知道是一切善根 了知完了以后 其实了知一切善根 对哪些是善 哪些是恶先去了知 这个是第一个差别 他要先了解 了知完了以后 如理地修持 尤其是我们大乘的这些佛法确实功德很大 如理地修持 第三个 愿众生生大悲心 第四个 习气受持妙法 在任何时候我这个妙法受持是不会放弃的 第五个不断三宝的中心 我不断地弘扬 因为三宝的中心我们要继续弘扬 我到了这个时代的时候如果没有弘扬下去 那佛宝也断了 法宝也断了 僧宝也断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 世间人说是他的家族延续下去 我们大乘佛教徒家乘延续不延续也没事 你有个儿子这个也是他不孝顺 最后也可能没啥意思 他如果繁衍下去也是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但是真正利益众生这样的佛子很需要的 所以每个人以后临死之前 自己要培养一个真正能弘扬正法的大乘弟子 这个是你的后代 然后普解成熟有情 第六个的话 这些都是要成熟有情的 大乘佛法不成熟有情 自己断了烦恼和不断烦恼都无所谓的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六法 第五个六法就是修行的六种必要 也是这个假释《清闻经》里面讲的 听闻而了知法的诈别的必要 先我们听闻能知道法的 有这个必要的 然后了知以后要不信非法 有这个必要 我们知道和不知道还是知道好一点 知道了以后不会行持非法 除了业力深重的极个别人以外 大多数都还是很注意的 他们很多人也说 我们这边还是向盟主这边不管是行持善法 大家在修行各方面来讲相对而言还是可以的 评价都比较高 我遇到的有些喇嘛和他们我还是可以的 你们大多数人不管是念主义也好禅修也好 很多都是很寂静的 旁边也给别人不是天天散乱唱歌跳舞 出了家以后还在这样有些是玩抖音这些 那不如还是回去了吧这样好一点 这个了知以后不信非法 第三个这样的道理也给别人宣说的有必要 第四个宣说的话 自己和他人都是获得解脱的必要 第五个 自他的修行智慧有必要的 第六个 断除四方而来的这些人的一切怀疑 都要断除 有这个必要的 所以我们讲经说法还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我们那天有一些技术人员和这些 还是也有很多地方的 所以这些人刚来的时候一大堆怀疑 来到这里的 回去的时候一大堆开悟 全部都通达了 什么怀疑都是没有的 整个智慧四通八达 什么都已经精通了 这样也可以 以前禅宗和密宗都有说 你进来的时候凡夫人 出去的时候是圣者 或者入定的时候是凡夫人 出定的时候是圣者 所以你进这个山沟的时候 带着一大堆的怀疑来到这里 下去的时候不但没有怀疑 有一大堆的智慧宝贝 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地方尽量弘扬 我经常这样想的我们这里的很多人 智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以后不知道你的戒律清不清净 如果戒律不清净的话可能根本都没有了 很难弘扬如果戒律也清净 你的智慧也具足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缘分 缘理 如果有的话那么很多人 最基本的这些取舍方法应该会讲 这样以后有机缘来讲如果没有机缘也是不要紧的 我们今生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大乘妙法 大家发愿来日方长下一辈子再来度众生 第六个六法这个是《梵广发言经》当中讲的 第一个是无有产趣而寻求正法 然后第二个非为自己的利益而为众生利益 希求正法第三个不贪图利养而断除众生的烦恼 第四个不是以粗陋的行为而是以智慧来寻求 希求智慧的时候不能粗陋的 不是原来有一个弟子大声地敲阿底峡的门 哎呀 阿底峡 阿底峡 给我传个窍诀 然后阿底峡有点不高兴你恭敬一点吧 窍诀是以恭敬心来得的 并不是以傲慢心来得的 所以一般我们得到法以后就像是 西饭里面放酥油一样的 华智仁波切里面是不是这样讲的 调肉 阿巴 西饭里面放酥油什么样的 你们很多人不是不喜欢吃吗 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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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很如何的 听了法以后马上能看得出来 第五个毫无犹豫地断除一切怀疑而希求 其实每个人都有怀疑 最后在三知识面前希求有很多怀疑迎刃而解了 第五个无犹自造居心 而贪欲 希求为圆满佛陀的法而希求 这样的话 总共有三十六种功德的法 这个看自己具不具足啊 你们打得怎么样 可能有些是有点分不清楚 自己觉得一会儿居住一样 一会儿不居住一样 有没有打完了的 有没有 应该还可以是吧 大概有多少个三十六个功德当中 三十六个功德 不能说全有 但是基本上还可以 可以 基本上都可以 是吧 行 那很好 那我都放心了 你看人家男众这边两个都是这边来报告的 女众那边有没有 什么有 过失有 功德 多少功德 至少三十五个 好嘛 下面再讲一个何时听闻 刚才听闻的功德和这是我们自己观察 确实无光尊者在这里也是一个讲的 以后是用这种来观察 如果自己不具足的话 尽量想办法具足 如果具足的话 这些功德尽量具足 过失尽量不具足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自己也看看这里面的这些过患和功德具不具足 如果功德多一点 过失少一点 我们可能有听闻佛法 有这方面的缘分 如果过失太多了 功德不具足的话 确实很难的 这样的 下面讲什么时候听闻佛法呢 他这里闻思对者强大 希求饮食传教音 这个也很重要 要这样的功德相续 我们已经观察了 那什么时候听闻佛法呢 其实听闻佛法最主要是 前面我们讲到如法的三知识面前要听闻佛法 要听闻佛法的话 自相续当中每个人都是有烦恼的 但是这种烦恼最好对质的时机 就是对质的时机 法融入自己心的时机的时候 这说明这个时候是听法的一个最好的机缘 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法好像不能成为你的烦恼的对质 如果这个法成为烦恼的对质是法 阿底下尊子也不是讲的嘛 如果这个法不能成为烦恼的对质 这不叫法 所谓的法真正能不能对质你的烦恼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最好对质你的烦恼的时候什么呢 一个是自己有希求的意乐 对法有意乐 还有一个年龄比较有效的时候不是脑胎隆重 最后自己都已经糊里糊涂 得老年痴呆症的时候你要去求法 可能这个时候整个丰门明殿已经衰弱了 整个机型也不好了 连圣子都是不清晰 走路的话也是东道西外 也没办法的 所以你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年龄 机型也比较好 身体也强壮 身强力壮 在那个时候应该接受 浩如烟海 显灭的这些佛教 这是最好的 各方面的条件 具足的时候要听法 听法的时间 实际是从开始到最后都需要的 刚开始入于佛法那个阶段的时候也需要听法 为什么呢 因为刚开始你要归入佛门的时候 你要明白轮回和涅槃的有些功德和过失 一定要取舍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一定要听法 还有中间修行 自相续的时候也需要 因为我们不断地深化自己的相续 在这个时候 我们对很多的道理比较愚昧的 比较模糊的 也通过闻法才能很清楚的 我们在修道的时候 闻思的时候 听法非常重要的 还有平时我们修行的时候也需要 不管是你在闭关的时候也好 不管是你在平时修任何加行 任何时候也需要听法 这样听法 你原来知道的这些境界 包括你的善心慢慢慢慢地稳固 一定会有进步的 还有有一些觉得自己基本上都已经解脱了 心相续都没有什么烦恼的话 那个时候还要听法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疑惑 还是有一些喜论的执著 这些需要断除 总而言之 我们刚开始进入佛门 一直到最后自己稍微有所成就之间的话 一定要听受佛法 这样以后对自己相续的境界 越来越有进步 听法以后很重要的 所以有些出家人也好 居士也好 并不是听了几堂课 或者是听了几念法 马上心满意足了 噢 我现在去闭关去了 噢 我现在去弘法去了 弘法去了以后他以前所有的这些 包括现在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上师不在身边的话你带着一个油盘 油盘里面显密教法的所有东西都可以 但有些人还是自己正知正念经常去听 有些人好像成佛了一样 再不听 这样肯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应该一个是从开始到最后 一定要希求听法 希求提法实际上一方面是最顺谦卑大德的 实修实证 他们也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方面 自相续的证悟 觉数也会越来越提上 有一定的意义 所以很多圣者都是对闻法非常重视的 而有些老修行人确实是到万年的时候 他还是依止善知识而希求的 而我们有些人听到了一两个法就已经可以了 然后以此而足够了这样认为 然后去一些寂静的地方去闭关 修行 但这样不一定是善事善众 甚至可能你会误入歧途 入于邪道 有危险心 有些人不听法的这些人表面上看到 好像是自己在修行 闭关 出家 有很多修法的一些形象 但实际上自己的相续不但没有进步 而且自己可能会到时候造恶业 所以我们闻法的实际 在这里也是讲 闻法的实际最好是成为你对治烦恼的时候 还有对治烦恼的时候 只是应是听受别人给你传讲的教言 这个最好的实际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觉得因为上师如意宝的加持 我们这里拿荣圣地的加持 坐在这里的人好像不听也不行 别人都在听 都在听的话 大家都是查阅法后都讲一些佛法 自己连课都不听 那就变成了一个另类人 所以自己肯定有一种羞愧感 最后不得不听 但是我担心有些人离开了以后 有没有这个机会 很难说 所以我们应该是活到了 学到了 而且听法对自己来讲经常有提醒的作用 经常有对治烦恼的作用 经常有自己的修行 越来越有提升的作用 还有通过这样的听法以后 就一直正知正量的作用 我也希望就像这里 五光尊者所讲的一样 我们每个人没有烦恼 对很多人来讲 一般是不可能的 凡夫其间肯定有烦恼 有烦恼通过闻法来对治 闻法来调伏自己的相续 这个是对每个人来讲很重要的 所以《华严经》当中也是说 说善男子如果迅速成圆满正等觉 那么应该普解寻修 修学听闻如海的波罗蜜多 所以我们要想很快成就的话 你一定要听受大乘的空性法门 你如果想获得成就的话 那你经常喜欢闻思修行 我看有些道友在学院已经待了二十多年 虽然自己可能也不是什么堪布堪木 但是对闻法的意乐一直是不见腿 都很愿意一直在听 对他们来讲听法是一种享受 好像没有一天听法觉得这一天是空空荡荡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听法以后一方面可能不一定 即生当中自己有弘法离生的计划 但至少自己相续当中有特别好的一种解脱种子 不断地提升 还有另一个方面听了法以后 自己的相续清净 快乐 无有善无等等 有很多不可顾量的作用 所以每个凡夫人经常需要调整 如果不调整 确实很难的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听了《如意宝藏论》以后 每个人的相续应该是多多少少的 有一些彻底性的改变 而并不是暂时性的 彻底性的改变的话 那我们听法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也是在这里可以说是辛辛苦苦的翻译 我看《如意宝藏论》的翻译 有时候自己都是 到时候我可以看一下 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 因为这里面的有些词 并不是像讲的那么简单的 有时候翻来覆去查资料 各种各样的 发了很大的苦心 这个翻译是很难的 讲的话也可以先看一下 背课一下 不是很难的 但我也确实想 大家得到这里面的智慧财富 也是做了一些努力吧 我希望在座的人 哪怕是一个人的相续有所改变的话 那这是很好的事情 比较欢喜的是 我想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 应该是比较年轻 机型也比较好 然后记忆力也比较不错 智慧也不错 但是有些人可能业力现前吧 对世间的什么法都是记得特别清楚的 出世间的这些 好像记完了就忘完了 有些也有这样的 看起来也有这样的 平时是很厉害的 智慧特别不错的 但是好像遇到法语方面 基本上是没有听过法语一样的 其实这个是有点可惜 应该是自己记得到 让自己对这方面有感兴趣 有一些触动 有一点反应 这些都是听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 什么感觉也没有 什么感应也没有 凡是完成任务吧 看早一点完成 我就等一会儿好好地睡觉 哎呀 好困啊 这样就不行的 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心 非常满强热忱 就这么说 特别有这种 强有力的一种感觉来希求的话 那得到的加持和得到的智慧也是有很多的威力 我们这个意乐心也就死心一样的 表面上的一个意乐心 最后得到的话也是默默糊糊的话 可能相续当中不一定存留的 所以每个人的学习我相信这里面比如说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当中得到的结果肯定是不相同的 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七十二个法 自己也是对照自己看一看 这样以后有些是听一堂课的作用非常大 有些是听一百堂课就像水里面的石头一样 永远都是干的你捞出来了以后 里面是不会有什么湿润的这样也可能没有意义 所以大家还是很好地去听闻吧 讲到这里 打点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